能不能不去上学呀 现在我都这么大了还要上学 所以应该没有办法 就是要上一辈子去 我的人生难题是 也要上清华还是北大呀 你都好啊 那你先能考上猪再说吧 我喜欢我们班上的一个男生 他好像不喜欢我 不用担心了 可能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了 你就会发现 有可能是他不喜欢的女生 找不到男朋友 我觉得老师二岁找不到挺好的 因为找了也得分挺不靠谱 他不如25岁找完了 直接就结婚呢 我想跟我爸爸买房 我就想知道那些30多岁的人 怎么做到的 他怎么就那么有钱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 你应该去问社会的人 我也没钱 我感觉自己到了任何平静期 比较迷茫 在这个年里有这种感觉 我特别懂 不过不要怕 坚持就是胜利 因为未来还有更大的脾气 我从15岁半就开始工作增进了 当过歌手很有趣 当过演员也很有趣 现在当导演也很有趣 我的疑问就是 我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啊 那这个问题 他让那个罚定的年龄 60岁退休 你就通知了50多岁 听说还要延长退休时间 那你就等等吧 我家孩子在外面白皮了几年了 我想让他回来 这就让孩子去发展去吧 发展得好 就让他在那边混 过目好 他自然就回来了 我才60岁 就感觉身体跟不上 以后七十可咋办呢 到七十你就当时把你那孙子叫过来 孩子特别调皮 以后那孩子也皮实了 你身体也就好了 你不信你试试 我难题就是我这个老伴呢 怕我这个高血压啊 菜呢里头呢 又少油又少盐又少糖 不好吃 难吃啊 难吃上我那吃一下 我现在就血压高 就经常得上医院的时候 开药 我就有一个老同志 我春节就说 去看了看 坐下 八十多 好几十年了 走到尽头了 那些难得就说 也不要太难过 你也劝劝他 到公园转一转 全是咱们老同志 一块聊聊聊天 是吧 谈看咱们过去 在一块 年轻的时候 在这边自己想开点 也就是手上 我老大伴三天前去世了 这多这么大岁的时候 总得要有一个人先走 但是我也很想念他 老爷爷 你别难过 老奶奶只是睡着了 你有空见他 亲他一口他就醒了 能不能不去上学呀 现在我都这么大了 还要上学 所以